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芒果 芒果是比较偏温 它的胃肠道都非常好 因为它一个是为了它保护维莲莲 因为它本身果胶对维莲莲也能够润肠通便 秉称它也不刺激胃 所以这种水果我们就比较好 还有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樱桃 樱桃也是个比较适合的 它本身对胃不刺激 也能够润肠通便 它能够一气养血 健脾一味 这种水果也是可以的 另外还有呢 比如说我们香蕉 香蕉也是它本身有些比较粘液 对胃也有保护作用 同时也能够润肠通便 对胃的就是胃的功能 胃肠是整个胃肠我们讲以痛为补 要保证胃肠的通胀 这是它最基本的功能 所以这些水果我们都可以 当然其他还有很多 就是说偏温通的水果都是可以的 好